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开始 你接替蒋浩尘的工作 我给了房租的 为什么要给你打工 顾总 我在你们家吃的螃蟹好像是死的 我现在事物中毒 必须要住院 这几天 就让周建青当你的助理吧 他不是正好要找单位实习吗 明天六点半 叫我起床 六点半 给我拿着招 赶紧起床 快快快 起来 快点起床 几点了 七点五十 怎么现在想笑我 你的会议是九点 还来得及 快点起床啊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磨叽啊 你说什么 我是说你效率能不能高一点 再这么慢的我还真的要迟到啦 来不及 是因为你没有按时叫我 昨天就跟你说 提前两个小时叫我 这什么失职啊 我来吧 说是什么 不Ы 走 有点 行 行了 走了走了走了 你在打我生命开玩笑吗 我不过是把你耽误的时间 再抢回来 你既然已经答应了负责 蒋小川的工作 那就好好用心 六点半叫我起床 七点钟准备好早餐 这是一个助理的分内支持 不能耽误我开会 也不能给我的身体增加负担 对对对对 老板说的都对 我下次一定改 一定改 你干嘛 你不是说要吃早餐吗 你有没有时间关键 快来不及了已经 放心 我刚抢了十分钟 还有四十分钟的 走了走了走了 这家店超好吃的 不吃就亏了 快点 拿好 我跟你说 他们家包子可好吃了 你先去站个坐 你好 你好 来四个包子 两个油条 再来两杯豆浆 还有俩鸡蛋 好嘞 来 快去 你自己吃吧 老板 都来两个的包子 你不饿吗 你要是因为没吃早饭生病的话 这个责任谁来付啊 我怎么知道胃不卫生 我要吃化的肚子 这个责任谁来付啊 好 我吃给你看 我吃要好 你z 我们吃点宿的 你吃了 你吃我提醒呢 我给你打车 车费我负 你也不要愣着 一起帮忙叫车啊 打车要等三十分钟 怎么办 走 快点 师傅 去东方大厦多少钱啊 二十块钱 十五吧 我知道一条小路 劲得很 行行行 十五就十五 上车 快上车 你让我坐睡吧 赶紧上车吧 再不上车就来不及了 上车 好嘞 二位坐好了啊 发车喽 小车 古总 您的咖啡 不是说布加糖吗 不好意思啊 我给忘了 我立马给您虫错 格式不对 四号送体 行距一点五 备注你看不到吗 好 我马上重座 让你按时间类别 和制作公司进行分类 这么简单你能够出错 重座 好 你人气扣子都去跑 对不起对不起 我重新给你截 你懂不懂颜色搭配 知道了 知道了 领带你也不坏 马上好 马上好 行了 别近了 把秀怀告给我看一下 没什么问题 把打作段落案 昨天会议上说的 修改一下就行 好 吴总 中午十一点半 和天忧的吴总还有个会议 你把宗策文件夹里的资料都带上 先去开车吧 好 来 两个过来啊 看看这时间啊 你带我去哪儿啊 这是快速公交被打车款 就是你拿那条 我不能做公交 都这种时候你就忍着你的总裁兵吧 你知道今天这个会有多重要吗 心灵活 英奇啊 我真的不行 对对对对 你怕人多的地方 干嘛去啊 姑娘 这个多少钱 一共三十块钱 对 你扫这个 好 谢谢啊 好好好 这个给你 戴上 快戴上啊 来来看看啊 有声音吗 小心 有台阶啊 慢点啊 试试 来 小心 不好意思啊 小心点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让一下 让一下 这儿有个福的 你飞下啊 姑娘 坐我这儿吧 谢谢啊 来来来来 坐这儿 坐这儿 小心小心 小心啊 有台阶啊 慢点 你看这小伙子 长得这么帅 怎么会是个残疾呢 哎呀 真可怜 太可惜了 是啊 我这个哥哥吧 他除了脸长得还行 这儿 这儿 还有这儿 都不太好事 这老天爷也真不公平啊 可不是嘛 要不是我这个做妹妹的 一手把她拉扯大 她一个人 都不知道怎么生活 为了她 我一个人打三分工 没日没夜的呀 不过 只要她能好好的 我也就制足了 小姑娘 你也太不容易了 快 到我这儿坐坐 小姑娘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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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走 您走 坐我这儿吧 我要下车了 好 谢谢啊 没事 要是她父母听到了 该多心疼啊 要是 好 可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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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